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蘭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牌族呢就是這個 自然的龍族啦 自然龍在當時候也就是素食指定系列的那個年代的版本 其實也算是一副這個合家使用 然後操作難度非常低的一副牌族 那那個年代的這個自然龍的話呢 他的跳費有兩種 一個當然就是萬年不變的綠色龍之騎士 這個法術兩費跳費 再來的話呢就是吃術長大跳費的這個旋風翼龍 那整體上來講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盡可能的二或三的時候跳到一次 那你的這個三旋風翼龍要跳到的先決條件呢 有幾種方式 第一種呢是野性瑪娜一費開然後 兩費重術三費旋風翼龍 第二種的話呢是這個荒野裡路人送掉 然後再打旋風翼龍 第三種的話呢是荒野中氣息 然後再打旋風翼龍 能不能夠準時打出這張旋風翼龍 並且跳到費其實是這副牌最主要的關鍵點 那傷害來源的話呢 首先呢當然是靠著敗敵進化所拿到的影之輕蝕 他能夠在美國合格結束的時候 來給對方的這個 主戰者X點的傷害 那這個X呢是術破壞的 次數喔 然後他只能疊一次 那後續的話影之輕蝕就會變成隨機 破壞一個敵方從者 那再來的話呢傷害來源第二個就是在暗夜御龍這邊 在覺醒之後呢他會變成四攻的疾走 但是副作用就是他會讓自己的最大PP值減移 所以你的7點費用的時候你丟第一隻下去 第二隻雖然你還有3點以上的費用 但你是沒有辦法獲得疾持的喔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進實戰來看一下 這副合家使用的牌組到底打起來是怎麼樣子的吧 這邊打到的是精靈 我決定直接留兩顆啟勢喔 我們直接跳爆 只要 進一張妙除 其實就完全不會缺牌了 等下就這邊2加2 那他有怪的話 我們4T就可以 開始解場 然後做一些 抽牌的部分 這邊有敗敵 所以 舒服到不行 他如果解不掉我這個 倒是 倒是比較麻煩 不一定抽得了牌 對空嗎 應該不會對空喔 這邊要 氣息 那我這張 就 就 也沒辦法 那應該是可以打一張 直接打一張敗 我們去戰場然後開始往頭上敲了 他不解我 是他的事情 那 因為下一趟我們其實也 不是那麼急著 一定要打下這一棵大樹 因為他像這樣他這樣進化 撞完我們的敗敵 下一趟我們一樣是進化敗敵 打一個影之輕蝕 然後再打一個瑪莉雄 所以是沒有什麼 問題的 老實說 我們可以把這張影之輕蝕先 留著 或者是先抽掉 其實都可以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並沒有破壞任何一張的 樹 所以我先去做鋪場 我認為可能是會再更好一點點 那他這裡要接我們的場 他就必須得要 用阿莉亞旋風 這邊應該用旋風加一隻 小梅 這樣噴一個小梅上來 然後旋風 他沒有旋風 所以他這邊在靠賽 在瞎噴 然後再壓一顆進化點去結我們的場 那其實也沒有關係 問題一直都不是很大 我們還有極光天使可以 去空點場晚一點的時候 那這邊就是熱血開抽了 這其實都還可以再抽 那因為影之輕蝕是必須得打的 這邊就壓進化敲頭吧 我們沒有什麼理由在這邊去 慢慢的打 因為他這沒有意外應該是蟲蟲吧 這應該不可能不是蟲蟲 然後他兩隻小梅沒 他還有兩隻小梅在手上 他這樣燒焦 這樣是啥 在幹嘛 這人是不是在 他要壓一個進化嗎 不行啊 因為他一隻蟲都沒有上手 直接輕輕鬆鬆 我們在前面就利用場壓 他就算有蟲其實 也會很不舒服 OK那這一把的話對到的是 就是 烏絲 一樣拿到先手還有啟示 都是很舒服的 那這個瑪莉翁 就不會先手一費打 因為我們 這個一先打 然後拿到樹 兩費跳費 然後我們有看兩張的機會 可以跳到旋風一龍 只要有找到旋風一龍 那這一把就是已經糊了 沒有的話也沒有關係 吧 克拉克 那就 動動動都全部打下去 逼迫他逼迫他給他最大的壓力 他也知道他必須得要稍微結我們的場 那我這隻至少可以先敲到一滴 然後這邊看一下這個迅猛龍 我們想一下 都壓吧都壓吧 這暗夜禦龍晚一點的時候還有大傷害 然後我們走上至少還有兩張的抽牌 還可以 維持得不錯 就至少手牌還有五張可以使用 他抽一就六張嘛 所以我們至少七燈錢不會斷牌 七燈可能會斷 那斷了就 就只能說也沒辦法 可以他這邊 那邊 雷智 然後 我 瑞智加一個進化 這都對我們來說都是還算很舒服的 位置 這邊就開吧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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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樣打怪 給他進化打頭 這邊就是盡全力衝喔 等下如果真的 敗敵沒進 那我會是繼續的 這邊這個 這個被截掉了 這個被截掉 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不過其實也還好 那方這邊 三費的古雅術士 所以 他的充能也因為 這一連串的 關係喔 其實是慢了下來的 我這邊可能會打瑪莉雍先 如果進敗敵 OK沒有敗敵 沒有敗敵 也沒有關係 這邊再開 嗯 再開 想一下這個進化點要不要壓 不壓不壓 我們妙除進來了 下一層可能會是打妙除 然後 看看有沒有敗敵 有敗敵的話 我們兩層 應該就能做斬殺了 就看這兩層他能夠 撲出多少東西 他現在的充能其實已經蠻多的了 是有機會有 就是像這樣子的狂興者衝出來的 那狂興者選擇來解怪 就是非常懦弱的選擇 懦弱的選擇真的是比輸還要 還要可憐 那 看一下我們的樹中了幾顆 五顆了 那下下層就基本上能斬了 我這邊就把極光天使打下去 這東西就是在面對這類型的牌的時候 會有很好的效果 就算他能夠把我們的場權清 這一層他也是絕對 下一層他之前他也是絕對不可能殺 斬殺我們的 因為這個版本的牌其實都需要 兩層吧 都需要兩層才能做斬殺 不太可能OTK 除了甲蟲腰之外 幾乎是沒有什麼OTK的手段 那這邊他沒有任何的守護 我們的傷害有多少 五點 那就是輕輕鬆鬆 暗夜御龍 打頭 回合結束 斬殺 OK那這邊的話呢就是這一副自然龍族的牌組介紹影片啦 介紹給所有想回來玩這個版本的朋友們 有任何問題的話都歡迎在底下地方留言告訴我喔 YSV 大家晚安 掰掰